保安在现场拉起警戒线,维权人士独家提供。 站在房顶上的刘德明,维权人士提供。 现场有不少围观村民,维权人士提供。 11月27日起,江苏南通村民刘德明遭数十名拆迁人员围困夹中,双方对峙整整一天一夜。 刘德明表示,他在两次报警求助无效之后,用炮烛进行反击,但本周二下午却被警方带走传唤。 11月27日上午,江苏南通刘德明的房屋突然被拆迁公司派来的保安团团围住,并在附近拉起警戒线,准备实施强拆。 28日上午,站在自家房屋房顶上的刘德明接受自由亚洲电台的采访,他表示已经和拆迁人员对峙了整整一天一夜。 刘德明说,拆迁公司没有任何合法手续,他先后打了报警电话及政府电话,但都没有任何效果。 对方还强行砸他家大门,无奈吃下,他只能用炮烛予以还击。 随后,拆迁公司的一辆挖掘机突然开始燃烧,我报了警都没用。 他们说是政府行为,人民政府会做出不利于人民的事吗? 昨天一大早被他们围困,我就上了房顶,我就不允许他们非法强拆我的房子。 你要拆可以,你拿合法手续。 我被困了一天一夜,在今天上午,他们拿了大铁锤,铁桥挖我的门。 我没办法,就拿李炮反击他们。 挖机还在现场,他们把我的门撞开了,人就跑了。 后来我自己,报了两次火警。 根据现场视频可见,刘德明独自一人站在屋顶上。 数十名身穿黑衣的保安在警戒线外一次排开。 附近有不少围观的村民,不远处一辆挖掘机正冒着火光。 刘德明告诉记者,是源于2014年,他被深夜骚扰的情况下,在一份空白拆迁协议上签了字。 三年多来一直为此讨要说法。 当地村租记曾向他许诺,会妥善解决拆迁问题,让他不要去上访。 不久前,双方约好了在27日进行商谈,但当天村租记并未出现,到场的只有来势汹汹的拆迁人员。 大概14年,他带了那些人过来,弄到三四点钟,逼我签了一个空白协议。 我不懂,我就叫人。 加起了一个东西,诉状,到法院,法院也没判。 一直到现在,他们说要收我的房子,来的那些人也是打杂抢,骚扰我家里人。 我家里人还有一个八九十岁的老母亲,我们村里的书记前几天又打电话,说你不要去上访。 他帮我约人昨天来谈,结果没想到昨天八点多钟,来了好多保安把我家都围困了。 一名在得知此事后,赶去现场的公民向本台记者表示,28日下午,刘德明被警方传唤带走。 现场许多围观的村民都感到愤愤不平。 护主从房领上下来了以后,在房间里面他们当地派出所在给他做材料。 我刚才在现场了解到,挖机是驾驶员故意燃烧起来的构建。 护主,围观的人太多,老百姓都很气愤,这是十一法治社会都在骂。 记者,护主是十一时候被带走的。 对方大概在三点多钟的时候趴出了传唤症的。